交通局为了配合都市绿能发展政策 以及有效利用公有土地的闲置空间 特别在桃园中立平正卢竹 龟山大溪扬眉各区的公有停车场 一共增加了39处的电动机车充电设施 提供民众电动车更换电池 未来会在持续扩增地点 来鼓励民众一起响应坚能减碳 桃园电动机车补助相当高 而且充电设备专用停车格设置相当完善 随着骑乘电动机车的民众越来越多 市府交通局统计桃园市的电动机车数量 高达将近两万四千也成为全国第一 现在桃园或者是全国 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人在使用电动机车了 尤其在桃园来讲 我们目前全市经过统计 我们大概有两万三千多辆的电动机车 这些电动机车 当然它有的要换电有的要充电 那已经变成他们日常的一个需要 那么桃园市交通局 我们最近就有一个想法 我们跟业者这边来合作 我们有很多路边的路外的这些停车场 那这些停车场有很多机灵地 就是有一些空间 也化不了停车格 但是这些空间拿来当作我们的换电站刚刚好 市府这一次特别与业者合作 利用39处公有停车场的闲置空地 增设电动机车电池更换站 让电动机车族能够更方便的更换电池 在桃园这边的公有路外停车场这边 总共目前我们建置了39处的 这个Cogoro的换电站 那这样的换电站增加了39处 我们预计在农历过年前就可以陆续的来启用 那么这样子一个合作呢 为我们桃园市政府每年大概会进账200万的一个税入 那么对我们的这个广大的这些电动机车的使用者来讲的话 他们换电就变得更方便了 这是一个一举多得的一个做法 完成后除了可以推动低碳交通之外 也能够替市府带来每年600万的租金收入 交通局鼓励民众使用绿能环保低碳运聚 对抗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 一起响应绿能环保 桃园也是新闻林大一风 桃园才能报道